接著在您關心到的是 主計總處五號的時候 是公布了六月消費者物價指數 年增率是2.42% 創近四個月的新高 主要是受到氣候不穩的關係 水果價格也上漲22.6% 另外房租漲2.59% 是創下28年來最高的漲幅 累計今年上半年通膨率 來到2.27% 是衝破了2%的通膨警戒線 主計總處表示 如果水果價格持續上漲 七月消費者物價指數 還可能會再重高 天氣熱 不少人喜歡吃西瓜消暑 不過不少民眾都發現 近期水果價格 包含西瓜鳳梨 幾乎都有上漲趨勢 因為西瓜以前都20塊 現在已經是35 西瓜比較脆 我覺得都漲 大概就調整一下 少吃一點 主計總處指出 受到近期 因為天候不穩 影響水果價格 大漲百分之二十二點六 水果業者透露天氣熱 水果保存不易 為了確保水果新鮮度 也不敢大量進貨 還是跟天氣有關係 就是如果天氣熱 有些水果耗損真的比較多 然後它量少的話 它的價格就會再上來 賣差不多一天兩天的量 然後賣完再去補貨 由於水果價格上漲 推升六月通膨率來到百分之二點四二 創近四個月新高 另外房租部分則續漲百分之二點五九 創二十八年來最高漲幅 今年上半年通膨率達到百分之二點二七 突破百分之二通膨警戒線 何時能走緩 專家這麼看 預測國內還會受到電價 房租醫療費調漲影響 推升通膨率 不過受到美國央行 渴望在第三季降息 加上很多國際商品價格下跌 也渴望抵消國內物價上漲的影響 藝術 記者原始郭俊麟談報道